做事真的把事情真的做 是否好好做 当时就是大叔底下好乘良 这两个年做的失败 我也挺受打击的 并不是说不想把事情做好 因为我觉得我说了 好像根本不会有用 有什么心结 在这里说出来 打开来 你做错了的 爸爸阻止了的 反正做对了的 爸爸也阻止了的 你今天都说出来好不好 你的人就是像这种请假 包括一些那种 他们不太好跟他说的事情 都会找到我 大部分我都会同意什么的 他就会批嘛 然后我刚好我到行店 碰到不在 他肯定是跟我儿子请了假的 那我开会的时候 我肯定会这样说 这个下次你们有这样的事情 一定要告诉我 怎么能告诉他呢 爸爸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 会让你觉得 让我觉得我好像 做错了什么事情了 这不是不应该碰太多事情 后来我就说你不要找我 这种事情你就直接 直接找老潘 如果他否定我的事情 我就是大部分会 以这样的方式去处理 我就直接就怕死掉了 潘先生 你有明确地告诉我儿子 你在这个店里的职责 权限是什么吗 权限就是店长 是一个店长 他有没有权限批准 一个员工的请假 有 那如果他有的话 那为什么你会去否定 他的这个职责 你看他是什么时候 我们是排了班的 他是什么时候就答应 没有按照这个制度去做 我觉得我并没有说 就没有任何理由 就去同意员工请假的 当然我可能心会比较软一些 但是我大部分的话 还是会考虑到实际情况的 这个事情过后 你跟儿子沟通吗 都跟他说过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我们经常有沟通 我也会跟他坐到下面 坐到家里 还要跟他谈过 反正坐到办公室 跟他谈过 他就不会回答我 店里出现什么事情 反正少钱少付 这个不要 就是到最后 出现这个问题 他才会这样说 是有这个事 就跟妈妈说 都不会跟我说 这么大的事 小潘也不跟爸爸汇报 你说